为什么中国人有龙的传人之说? 中国传统文化中龙所体现的象征意义是什么? 龙的传人或龙的子孙这句话 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和神话中 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这句话体现了中国人对龙的认同 在中国文化中 龙被视为权力、力量和吉祥的象征 他常常与吉祥、繁荣和活力联系在一起 与西方神话中的龙经常被描述为破坏性力量不同 中国的龙被认为是仁慈的 被尊为雨水的使者和河流和海洋等 与水有关的元素的守护者 龙还与皇帝和皇权有着密切的联系 历史上皇帝被认为是天子 龙被视为他的象征 这种联系强化了龙作为权威 合法性和神圣保护象征的意义 此外 龙被认为起源于中国古代的神话 传说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 据说龙代表阴阳的和谐 对立的平衡以及自然的宇宙力量 总体而言 龙的传人这一说法反映了中国人民 对自己文化遗产的自豪感 对龙积极品质的认同 以及对中国传统象征意义持久影响的信念